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必师 李孔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震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集我们就讲一讲 希望落空了,因为几天之前 台湾地区 已经热炒了一条新闻 APER峰会期间 拜登有机会 和这个护台上身 台积电的创办人 张忠谋先生单独会面 当时 做个洗出来就可以了 之后 他们的 台湾地区的外事部门的人 顾立雄 他就说 努力当中 我不可以透露那么多 如果这样说,大家觉得 希望给人 而且在这六回的炒作之下 应该是差不多了 有见面 不过 是 一大堆人见面 最搞笑的是,这个张生 被人访问时 你有没有 跟拜登说话 有 不过 是跟一大堆人的时候 之后台湾就说到很大 跟拜登有非正式交流 因为 一大堆人拍照的时候 就有 不过有 有 台湾地区也很希望他做到 就是跟习生有交流 结果 基本上 是跟他零互动 习生和 张生零互动 有 有说到这么大 希望 会不会像之前培洛西那件事 将期望压低一些 你总说什么努力当中可能更差 见到的时候再出来说更好 不过是选举造势 说回原来 代表台湾地区 参与APED的 台积电创办人 张忠谋 昨天他就说 我有跟 拜登 也有跟 布林肯 有非正式交流 也跟超过10个国家的领导 说了话 这样 但是 就没有跟 习近平先生说过话 张生原来92岁 他在14日 去了美国 他也是第七次代表台湾 国界也高度关注 他说 我有跟拜登进行 很搞笑 叫社交性的互动 虚寒问暖 你好 你好 对 虚寒问暖 那些事 那 算不算交流也算 严格上来说也算 最搞笑的是 他们之后 同时为琴 拍了一张照片 在大堆人前面 他三个 跟他太太拍了一张照片 跟拜登拍照 当然是单独单 好像是不错的 如果有的话 台湾地区都卖了 他就形容两个人之间 这间交流 很幽默 是幽理一默 幽默 但是 那说了什么 不方便透露露地说 可能也是 社交性的活动 其实都比较 应该是 说几句 台积电是怎样的 我想就是 我们继续支持 晶片的产业 我相信就是这样 另外他也提到 跟美国 国务卿布林肯 也有说话 我主要向他表达 我们强烈 盼望地区和平 和繁荣 也稍微提到 希望提升 这个供应的弹性 这么说 说来说去都这样 不过 这个小英 因为小英派他去 小英的推特 有三张照片 这三张照片 第一张就是 是 他是有 和 贺锦丽说话 他有和贺锦丽说话 之后 第二张就是 布林肯和他拍了一张照片 两个人坐在那里 应该看背景 也不是单独 如果单独的话 应该他都买了广告 台湾的媒体框这么大 然后第三张 有斯美琴 还有 其他人 那个人我不认识 他又不知是谁 所以对不起 所以 原来最后那个是NEC的director 有些人叫做director 澳洲多数都叫做director 当然 那算不算成功呢 不过不失 证明有存在过 但是当时 这个 他们台方面的官员 说得很大 我们要启程 我们 就是 自力于区域和亚太地区的繁荣 事实上 问什么时候你是老几呢 大家都知道你是棋子 是吧 我们也是美国 区域的重要盟友 所以 我们 是 会令到张中谋 有机会跟拜登一对一 而且 世在必行的 这么搞笑的 当时说世在必行的 集败会当然也要掌握 什么时候到你掌握 你不要说到那么大 集败会你掌握 不是吧 当然 当时也说到 他们的发言 台美之间 互信良好 沟通 渠道非常畅通 对于这次的 这个中美会谈 台美之间 都是保持着 是密切关注的 说到呢 很搞笑 说到呢 有默契 什么默契 默契就是 可能会跟拜登见面 单 对单的见面 结果 拜登的默契就是不跟你见 是啊 默契方面也一样 哈哈哈 由始至终 只有你一位 张中谋也说 这次 有跟日本手上 和何锦丽等等的人 说过话 主要聚焦 和平和经济发展 半导体 不过他也是承认 这次就没有机会 跟 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 有任何交流 去年 去年其实就好一点 去年 曼谷APEX上面 张中谋曾经 和习近平在 在 其实这个也是 习生也是在给面 在场边 在场边互动 当时 他攻足习近平 在二十大成功 其实习近平也亲切地问好 并且 听到他动了 这个手术 因为是张生之前的手术 说 气息很好 两人互动好开心 很客气 当然APEX 是台湾少数能够 和国际 领袖进行互动的场合 蔡英文当然 发文 表达对张生感激之情 并且 期待进一步深化台美 和其他伙伴的合作 为全球逐出贡献 并且 贡献了 不要紧 最搞笑的 APEX的宣言 台媒被重走轻 因为 台媒说他没有提 没有战争 也没有提 尾巴冲突 其实他也是没有提台海的 但是他不敢说 为什么呢 因为 免得了 你不要跟我说 什么金门海峡宣言 跟你的金门有关 原来这个金门宣言 亦是承诺 继续支持WTO的改革 包括恢复WTO 增端解决 绩能 由于 这个APEX成员之间 对 好战争 以及 尾巴冲突 是有分歧的 所以 今次就不说这些东西 没提 连加沙地带的人道走廊都不敢提 APEX总共21个成员 包括俄罗斯 还有印尼 还有马来西亚 22年领袖当中提到 多数APEX成员强烈谴责 是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但是未有共识 但是今年 APEX领袖 对于俄乌 以及 尾巴冲突也有分歧 所以有人就坚持APEX不是 讨论地缘政治的论坛 所以金门海峡宣言 就没有说这些东西 台海也不用说了 最终 其实 美国就以 轮值主席国身份单独发表声明 呼吁APEX领袖 去年宣言当中涉及我的内容要落实 针对以巴冲突 主席国声明就说 有些APEX领袖提到 今个月11日举行的 阿拉伯峰会 达成 一致意见 另外 你们三个国家 运来印尼 马洛西亚 自己发了一份联合声明 挺好笑 大家都各说各话 要求立即和持久和平的 加沙人 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休战 以及 停止 敌对行为 其实最堪 各个国家领袖 重新的 都是相当地 我觉得 是空泛的 自由 开放 公平 一视同仁 透明 包容 可预测贸易 投资环境 这些都是 基本上有说也没说 没什么实质 亦是说 致力于对WTO进行必要改革 增强各个地方的 这个职能 亦包括展开讨论 着眼于2024年 恢复全面运转良好 所有成员 可以参与的 争端解决机制 WTO上诉 不可以 美国佬搞阵 当时不是 你自己美国搞出来的 是怎样搞出来的呢 原来 WTO上诉 机构 WTOAB有 国际贸易最高法院之称 有权对贸易争端进行终审 但是19年时任总统特朗普就阻止 是新的法官任命 之后 WTO上诉机构 一直因为法官 原而未决的职位 停摆到现在 目前最少有29件 原而未决的争端是未搞定的 提交争端的 亦包括中国美国 好 今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还会有更多的 未经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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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的